只需要来关心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件 多名患者的体内都有被检验出米酵菌酸 那么现在就有专家坦言 其实只有唐昌璞博克氏菌当中的 液毒病原型 简称是液毒病原菌 才会产生米酵菌酸 但是这样子的液毒病原菌 是国内第一次现宗 在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检验记录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而现在彰化县卫生局长叶燕博认为 原胸可能是进口的淀粉 跟米没有关系 保龄茶室食品中毒案持续延烧 关键的米酵菌酸究竟从何而来 彰化县卫生局长同时是流行病学博士 叶燕博指出原胸可能是进口淀粉 不要再让无辜的台湾米 替进口淀粉背黑锅 彰化县卫生局也提供资料表示 果条也就是板条 成分包含玉米淀粉 树鼠淀粉水和沙拉油等 而主要原料则是由进口淀粉加工做成 进口淀粉也有可能性 对 当然有可能 但在什么地方污染的 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去断言 根据专家指出 唐昌普博士菌种类多 但只有椰毒病原型才会产生米酵菌酸 而国内从未检验出这种椰毒病原菌 叶燕博分析国外资料椰毒病原菌 在土壤会透过空气传播 污染了作为淀粉加工的玉米 骨类等等因此间接污染了淀粉 但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 国内其他专家这样看 全世界他们在讲这个 椰毒病原型的菌株 食材发酵过程当中 这个菌感染完全没有任何的报告 在台湾是有这个菌的 一个毒素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 椰毒病原菌产生的米酵菌酸 如何污染食材还有待证实 至于米酵菌酸是否可能 入侵台湾的食物链 习政院长陈建仁请民众放心 整起事件到底是人为疏失 还是食材在境外就遭到污染 还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理清 继续按下为叶林凡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